其实近些年呢 太空的这个电推进 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电推进系统呢 其实是就是利用这个电场 那么将一些这个燃料的工制 给它电离 电离以后呢 把这个离子在电场中加速 然后以很快的速度喷出去 它喷流的速度 可以比火箭发动机 普通的化学火箭发动机 那么高十倍以上 所以说呢 刚才我们讲了 化学火箭发动机 它最大的比充 也就是400多秒 那么这个采用 电推进的火箭发动机呢 它的比充可以到上千秒 甚至上万秒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就是说给航天器 就是说它的这个燃料啊 就不需要带的那么多了 但是呢 目前的这个电推进技术呢 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它的推力非常强 目前我们在太空中用的 这个电推进的这个火箭啊 它的都是豪牛级的 也就是比一牛顿还要小 那么未来呢 我认为 人类的这个大规模的 这个深空探索 尤其是载人的深空探索 那离不开 基于核能源的 这种这个火箭发动机 实际上人类呢 目前就是各种深空探测器 已经大量的采用这个核能源 就是放射性同位素的热电源 但是呢 这个本身的功率非常小 那么空间的核反应堆 其实呢 这个技术已经 前苏联和这个美国 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 只不过呢 为目前呢 因为安全的原因 还没有大量的使用 实际上呢 未来可以就是说 有希望研制出兆瓦级 甚至比这个功率更高的 这种这个核反应堆 发射到轨道上去 然后呢 这样的核反应发动机呢 可以有两种应用 一种叫做核热火箭发动机 那么它呢 是通过这个 利用这个核反应堆的这个能源 去加热液态氢 然后呢把它喷出去 像火箭那样就推进 像这样的发动机呢 比充可以达到这个 1000秒量级 也就是比这个传统的火箭发动机 多了两倍还要多 那么还有一种是核电推进 我认为呢 这两种火箭的结合 那么是未来人类 以相对比较低的成本 开发太空 那么所必然要走的 这样一个途径 我认为呢